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埃里克·克里南伯格 在《单身社会》一书中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层次更丰富 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 克里南伯格认为 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们两个人在同意之后 他们终于告知男生男生女的身份 我们以为 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 不如以历史的眼光 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 单身会死啊 不结婚会被判刑啊 这个社会对我的歧视已经够深了 你不去执帮这个世界 还跟他们一起来歧视我啊 不然你觉得难堪了是吧 你放心 我保证让你以后抱不了孙子 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 首先向我们晒了一组数据 截至2010年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处于单身 其中 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 也就是说 每七个成年人之中 有一个人选择独居 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八 独居家庭的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夫妻与未婚子女 共同居住的传统家庭模式 地理分布上 独居人口集中分布于 美国各大城市之中 纽约为一百万 而曼哈顿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选择独居 堪称全美单身社会的首都 其他国家方面 日本 欧洲 尤其是北欧诸国 独居者比例 与美国持平 甚至超过美国 瑞典则是世界上 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 占户籍总数的47% 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 则达到惊人的60% 而根据我国的最新统计 被称为单身狗的未婚男女人数 已经接近两亿 在本书中 作者下人们证实 这一数字背后 绝非是一时的潮流走向 事实上 我们正在学习单身 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单身独居的现象 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可以说 人类已经进入单身时代 香港人 我才不要儿子去香港呢 他现在都北漂了 在国贸那家斯福兰当店长 每个月赚好几万 人家都做CBD了 你儿子呢 我们再想想吧 哎呦 房子 一套在东智门 一套在西城区呀 将来两天都可以住的呀 还房贷了吗 已经还庆了 等他们见了面再说 克里南伯格 以他前瞻性的研究为基础 探索了单身社会的崛起 以及这一现象 给我们的社会文化 经济政治 带来的巨大影响 克里南伯格指出 个人主义的兴起 女性地位的提升 和人类社交方式的变革 都使单身独居现象 成为一次空前强大 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 而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让未来的社会和城市规划 适应这种变化 与其说我们害怕单身 还不如说我们更害怕孤独 书中指出 独居并不是造成孤独的元凶 决定孤独感的 并不是人际交往的数量 而是质量 是否独自居住并不重要 问题的核心 是人们是否觉得孤单 而婚姻 不一定能够克服孤独感 有时孤独感 恰恰来自不完美的婚姻 那些在婚姻围城之中的人 可能更有孤独感 因此他得出结论 寻找终身伴侣 或者找一个人同住 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孤独感的问题 而单身并不意味着鱼 而单身并不意味着鱼 是隔绝 相反独居人士 更热衷于社会交往 克里南伯格在采访中发现 很多都市专业人士 往往有过度社交的倾向 我下楼吃宵夜了 没打算洗头啊 独自生活的人 更容易拜访朋友 或加入社会团体 更喜欢聚集在 那些充满活力的城市 他们比同龄 已婚人士 更热衷于外出就餐 锻炼身体 参与艺术及音乐课程 公众活动 演讲 以及公益活动 甚至有证据表明 比起与配偶居住的 已婚人士 独自生活的人们 身心更为健康 克里南伯格专业地分析了 这些独居人士 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年轻的专业人士 支付高额的公寓租金 以换取自由和隐私 三四十岁的单身人士 不愿意为了 不进入仁义的伴侣 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或生活方式 离婚人士 不再信任婚姻 是幸福与稳定的基础 以及那些 宁愿独居 也不愿与朋友 或者孩子 共同居住的老年人 根据针对三百多名 不同年龄与阶层的男女 所做的深度访谈 克里南伯格 得出了一个 出乎意料的结论 在如今这个媒体 无处不在 人与人高度紧密相连的社会中 独自生活 令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以及更懂得 享受伴侣的陪伴 克里南伯格 在单身社会中 明确地指出 独自生活的人 更容易拜访朋友 或者加入社会团体 他们更容易聚集 或创建有生气的 充满活力的城市 更准确地说 我们的社会 已经从一个 保护人们 免受伤害的社会 转变成了 允许人们 将自己才能 最大化的社会 独居并不是 人生失败的象征 社会需要改变 对单身人士的歧视 过去的主流文化 看重婚姻 或亲密办理关系 所带来的安全感 而把独居 视为人生失败的象征 在很多公司 上司和同事们 更尊重有配偶 和子女的员工的 私人时间 而宁可打乱 单身人士的 日常生活 这是对单身的歧视 需要改变 我们都会老去 可能都要面对 年老的独居生活 年老会失去独立性 需要依赖于 旁人或机构 所以需要家庭 市场和国家 联手提供各种保障 人类寿命的延长 是一个更大 也更复杂的题目 应对独居老人 日益增多的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政策上的 久异性 自不必说 像美国这样的 发达国家 目前也呈现出 巨大的分歧和鸿沟 有经济保障的老人 因拥有一套完善的 支持性人际关系网 而获得 独自生活的能力和空间 这套人际关系网 涵盖医疗 退休 税收 家庭和市场等资源方面的优惠便利 无经济保障的老人 则处处受限于上述资源的缺失 他们的前身 即是那些 在年老前 就因破产 失业 犯罪 疾病 吸毒等原因 而沦落到社会底层的 独居者 而美国政府 在如何应对这部分独居者 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问题上 行动远远滞后于 非盈利性民间组织的努力 制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